哈喽 大家好 这就是一把平时我们用来割草的镰刀 在我们叭沙苗寨就可以用来理化 平时咱们扶须长长了也可以用来刮扶须 好 大家看看 请看一下 眼前上演的一幕 是贵州省前东南苗族洞竹自治州 巴沙苗寨的特有习俗 镰刀剔头 只见镰刀刀刃游走出 头发分去 干净利落 看得一旁的游客心惊胆战 位于贵州省从江县月亮山腹地的巴沙苗寨 是一个文明中外的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村 在内传统文化习俗保留完好 亦有中国最后一个枪手部落之称 十几年前 这里曾深度贫困 村民靠务农和养殖 仅能维持温饱 多年来 在当地政府的帮扶下 巴沙依托自身优势 发展起特色旅游 实现了全村脱贫 如今 旅游业已成为巴沙的特色致富产业 巴沙汉子滚水阁是村里发展旅游脱贫的亲历者 作为村里首位专制讲解员 从2012年至今 滚水阁已为近6000个旅游团提供过景区讲解服务 他向记者介绍 巴沙至今保留着佩戴火枪 镰刀剃头 击败古术等古老的生活习俗 以及十余个独具特色的传统节日 这成为巴沙发展旅游的契机 在99年 那个时候记得有一个摄影师 那当时他在巴沙拍了一组巴沙汉子的那个照片 就是独特的发饰服饰 以及拍了咱们独特的这个树葬习俗 发到网上 那就吸引了一大波客人 因为当时呢 政府也考虑 恰好咱们这边有这样的一个资源 所以当时的话 就由咱们的政府牵头 然后呢 就带动村民 然后把自己的这些独特的文化能够展示给客人的 尽量把它拿出来 铭枪迎宾 歌舞展演 昏俗成人里展示体验 通过政府引领 企业参与开发运营 巴沙人将生态优势和独特的文化习俗 转化为特色旅游产品 每年吸引着众多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 而伴随着高速高铁开通 游客逐年增多 巴沙几乎全村人都参与到旅游中 村民们参加表演队 开办餐馆和旅馆 售卖当地图特产 不仅实现家门口就业 还能兼顾日常劳作 17年年底 巴沙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 然后在巴沙就业的人就管了 比如像我 现在我就是巴沙景区的一个讲解员 基本上的话 一个月也可以拿到3500左右 最高有一年拿过6000 最大的还是咱们的表演队 虽然是两个队 但是涉及到全村 比如那个黄金州 表演队登记在车的话 就有360多人 旅游开发 这就我们家有做餐饮的 有做住宿的 还有就编一些当地的小竹楼 一些小工艺品 来这里卖的话 就可以带动当地的经济 而我们自己商业的话 也可以带动几个就业人员 平常的话一年十几万 十五六万 相关数据显示 2019年巴沙苗寨 人均收入达7000元 这个昔日 丛江县最贫困村 一跃成为了该县最早脱贫的村 在滚水阁看来 如今 寨子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生态环境和独特风俗习惯 却未曾改变 巴沙人始终恪守先祖遗训 古老的文化习俗将代代延续下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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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